將軍澳發展分為兩部份 保林站屬於早期發展 將軍澳中心是填海發展規劃的新市鎮 社區規劃完善 同時有大型商場和康樂設施配套 是中產客近年的業門換樓選擇 將軍澳中心位處將軍澳港鐵站 交通便利 將軍澳中心由11座物業組成屋苑 提供4542伙單位 主供兩房和三房開職 部分三房設有套房 適合和父母一起住 將軍澳中心設施完善 有大型商場pocon 各式各樣的潮流服裝 日用百貨 超市和食肆齊全 超過200間店鋪 是區內近年的業門救物點 如果想有其他選擇 可以去上德村買民生用品 又或者上hi-tea 有兩間酒店提供選擇 在港鐵通車之前 將軍澳的交通是絕對寫悅 隨著將軍澳線通車解決區內交通問題 將軍澳中心位處交通交匯處 有不少巴士線往來港九角處 除了巴士 也有小巴線 真的去哪裡都這麼方便 上班上學有預算 屋苑位處95校網 當中部分深受區內家長歡迎 中學也有不少具備優良質素 例如家密主因中學 基督教宣導會宣基中學 和將軍澳觀立中學 都是區內傳統名校 同時也有多間國際學校落成 例如香港師貝禮學校 法國國際學校 都是將軍澳區的國際學校 為住戶子女提供更多不同的教育選擇 看完今次介紹 如果你想了解更多屋苑詳情 請聯絡以下分行